上个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5年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以美国国家安全之名 却有大量内容是针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 在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中 针对我国的芯片、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是重中之重 这次系列法案中包括禁止中国大疆无人机在美国销售的严苛条款 实际上,美国从2016年就开始出台针对大疆无人机的限制政策 但是这次发布的全面禁售是前所未有的最严厉条款 全世界科技界也关注美国政府对大疆无人机的封杀 因为美国今年出台的全面禁售政策 严厉程度已经超过华为等其他中国科技标杆 咱们国内也有些贵美族配合美国宣传 声称大疆无人机即将面临至暗时刻 不想完蛋就得贵 仅仅半个月过去确实有人贵了 不过不是大疆无人机而是美国参议院 美国2025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 还要经过参议院审核 结果在7月14日 美国参议院公布的国防法案新审核版本 删除了大疆无人机在美国全面禁售的条款 参议院以及美国国防部 直接向美国国会的极端反华派替摊派 大疆进不了 进了大疆 最先绷不住的是美国自己 一夜之间国防部和参议院试图告诉美国民众 中国大疆没有也不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这一立场显然和美国政府过去八年的努力大相径庭 美国政府2016年开始出台 限制大疆在美国市场准入的政策 到了2017年 美国国防部发布对大疆的制裁 并且宣称 大疆会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执法数据 因为美国国防部已经发现当年的美国警务系统 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大疆无人机成为不可或缺的辅助设备 美国国防部对大疆发布禁令后 美国本土无人机企业也曾短暂获得市场的春天 可是在大疆不断的性能升级以及终极性价比的冲击下 美国主流无人机企业 往往只能生产落后大疆一两代 价格却是大疆一两倍的产品去竞争 所以只要美国政府没有使出全美国禁售的大杀器 其他所有束缚大疆手脚的制裁政策 都相当于给国术宗师戴上手铐 让他上擂台对垒盘山学步的诱饵 结果毫无悬念 到2019年5月 美国政府再度升级对大疆的制裁 禁止美国联邦机构购买被确认具有安全威胁的国家制造的无人机 并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大疆无人机 这一禁令试图将大疆从美国公共采购中剔除 让大疆在美国只剩私人买家 2020年 美国商务部又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将大疆列入了实体清单 使得大疆无法获得美国和美国企业所提供的技术及产品 从而让大疆的软硬件研发与美国科技脱钩 完全自力更生 在这些不断升级的制裁都无效后 美国众议院才在今年国防授权法案里加入反制中国无人机法案 提出对大疆无人机全美禁售 针对美国政府最新禁令 中国大疆没有服软也没有投降或者公关 第一时间跳出来反对美国众议院法案的 恰恰是包括美国多个公共部门的各行各业 众议院版本法案公布后 美国6000多家拥有无人机项目的公共安全机构 警察和消防部门的代表联合致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形成反对将反制中国无人机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案的强烈民意 这些公共部门仅仅列举了德克萨斯州一个地方的数据作为代表 德克萨斯州有966架在州警察局登记的无人机 其中879架就是由大疆生产 87架非大疆生产的无人机中 也有56架是由中国企业或是由与中国关联的公司生产 算一下百分比就知道 大疆无人机占德州警局的90% 与中国无关的无人机只占德州警局的3% 大疆无人机除了垄断了美国警察执法 消防救援等公共部门的需求 根据统计 在美国越来越普及的农用无人机市场 大疆也占据垄断地位 美国的地理环境与人口结构 决定了他们的大农庄生产模式 这种模式让灌溉 除虫等操作越来越依赖农用无人机 根据美国农业研究机构的数据 2023年 无人机在美国41个州喷洒了370万英亩的土地 覆盖了50种作物 这其中 大疆无人机独占美国农用无人机八成市场 剩余市场份额的大部分也被其他中国产无人机取代 美国产无人机仅占可怜的个位数 所以 美国国防部不再说大疆无人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灌溉美国全国农田的大疆无人机 也在美美国媒体造谣传输美国国土数据 美国参议院也乖乖删除了美国禁售的法案 这些做法并不是美国老爷们转性拥抱市场公平与开放了 只是因为美国公共部门 国家安全部门 农业生产部门都完全离不开大疆无人机 所以让美国老取消制裁的唯一方法 不是服软和求饶 而是干到他没你不行 所以让美国老取消制裁的唯一